哈囉各位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一樓,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OK,今天要跟大家爆料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勁爆的消息 這是我在去年的時候呢,我看到一個消息 但是當時呢,我並沒有分享出來 因為我覺得 當時其實我是覺得 我保持著一個有點懷疑的一個態度 那直到最近的這幾季的 戴死Youtube的表現的內容呢 那我應該可以篤定這個訊息呢 算是非常接近於真實 非常接近於正確的消息 那我畢竟很不畏遠的跟你們講 就是說這位爆料者呢 我在他2014世出之前 我很多東西都是從他在上面獲取的 那這位爆料者在2022年 的時候呢 爆料出一篇的文章 那剛好來比對一下 目前的戰地2014日呢 剛好很match到 OK,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官方 不是在講 抬頭之前 他說 戰地2014日現在目前剩餘一個 氣喘的一個狀態下 因為EA已經將重點呢 轉移至下個戰地風雲系列 就是這個標題是這樣寫 那他有提到就是說 這邊有說說EA有說過 他說聲稱有一支重要的team 現在正專於開發跟改進新的遊戲 那據報導呢 他有提到 我們現在就講 我們分析一下重點就好 其他一些關話我就不說了 他講說 去把老戰地2014日的團隊大部分的成員 都已經轉移到下一個戰地系列了 那他有提到就是說 有一些東西 所謂的DLC 就是我們其他一些 一些那些付費的東西 就是額外的那些東西呢 正在有其他的人員呢 在開發 那他有提到 那記者呢 他有提到 這位記者在爆料的他說了 他說什麼呢 他說 他說 他說他在他的節目裡面 在他的節目裡面 由VGC轉錄 他節目 就是VGC轉錄 VGC什麼呢 就是這間的 英國的 這個 遊戲媒體 遊戲的媒體報導 他有提到一點 他說什麼 他說 他說 這位爆料的 他說EA現在正在嘗試用 盡可能用最少的資源 來實現2014的DLC的承諾 以便於專注在下一個 戰地風雲遊戲 這個很重要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個訊息 Next Spider-Vale Game 也就是專注在下一款 戰地風雲 Focus on the Next Spider-Vale Game 這句話非常的重要 如果我們現在再往下看 他提到說 目前的這款遊戲 基本上都是由一些 古怪人員組成 就是現在的戰地2012 總結為 就是簡單又 簡單的基礎 而這些人 只是專門之於承諾 就是2014額外的那些賽季而已 遊戲需要滿足其銷售的高需求而已 也就是你們現在看到的那些商店那些東西 他們現在要做就是這些事情 那格魯弗 格魯弗他又說 他將這種情況 視為放棄發布的事件 我不知道他是說什麼 就是說放棄發布的 Abandorship Time 我不知道中文要怎麼去解釋 EA他有說過 他承諾就是說 一年之內發布戰地2014 四個賽季為服務型的內容的遊戲 這是官方跡象 這一點是確定的 那這個 這個包樂者他要說 骨幹能源正在努力 用最快又最快的方式 將這些東西釋出 就是目前我們現在看到的 戰地2014 這些東西 最快的方式 就是說這些骨幹能源 用最快的方式去釋出 那他之所以他又說了 他說說因為目前 EA正在為下一個戰地 已經開始在做了 他們這樣做就是為了 讓每個玩家能 盡快進入新的戰地 那他有說到 戰地開發者真正的核心 已經在為此做努力了 已經在做努力了 那 這是上面這一段的話 上面這一段的話 那 很有趣的是 我去年看這篇文章的時候 下面這個我並沒有看到 他什麼時候更新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剛剛看到這個訊息的時候 那EA出面來否認 裡面 EA否認了 格魯布的說 他說 B在聲明中 表示說 這個訊息是錯誤的 因為每個工作室 都有一個重要的團隊 之餘為我們的玩家發展 還有改善戰地2012的體驗 其中的核心就是我們的代史團隊 對 這是 根本就是 出來說明 多說說明 那下面這些我就不說 也就是他就講到說 第一季賽季這些 還有 其實 因為這邊 這篇文章釋出來的時候 剛好是Hazelon停更的時候 也是那段時間停更 去年那段時間停更 所以你們大約算一下 這篇文章的時候呢 是2022年那個時候 Hazelon停更的時候 那我現在必須跟你們講一下就是說 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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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爆料者呢 他曾經 他曾經 在戰地2012 釋出之前 他爆了很多東西 他爆了很多東西 不光是戰地2014 很多遊戲 其實他都有爆料出來 那你說不準 如果是不準的話 就如同我之前說的 我不知道這個是炒作還是什麼 因為我發現到現在 有一些新作 或是什麼東西 他會先故意讓一些媒體 或是說社群的 尤其是社群 尤其是社群 尤其讓他們爆料 去炒作這個新聞 讓大家去注意到這一點 然後官方再出來否認 我記得我之前有說過這句話 那你看一下 官方一定會出來否認 而且不是第一個時間出來否認 仔細的喔 因為當初我看到這篇文章的時候 我並沒有在第一個時間看到這 所以他這邊 他下面已經update 已經在更新了 所以說 這個 這個訊息 我必須跟你們講 就是說說 我們 撇除說 欸 撇除說大家對EA跟DICE的觀感 好壞與否 我們 我們現在冷靜的去思考 去看一下 就是說說 目前 後面幾期賽季2014的給我們的東西 是不是很少 我現在問你們就好了 是不是很少 如果很少的情況下 那代表要什麼呢 也就是說說 你根本沒有這麼多的人手去完成後面的 賽季的東西 所以你只能一步一步慢慢的做 你連更新都慢了 給的東西也不多 更新呢 沒事更新 第67的更新 第67的更新 你只給了哪些東西呢 一張地圖就這樣子 然後再幾把槍 然後就 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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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些商店呢 然後就 就多一些 客製化的一些東西 然後就給你改一些顏色 就這樣子 你就可以賣錢了 你就可以賣錢 所以說 這篇文章呢 我無意先看到 我無意先看到 我非常驚訝就是說 他居然更新了 他應該是很早就更新 只是我沒有注意到 EA出來說明 那說真的 親愛的玩家也很聰明 官方說的話 你們會不會才行 我是不知道 但是對我來講 我不相信官方所說的 我看你這個內容 我就知道說 這個遊戲這個內容 對我們來講 對我來講 我是覺得是還好 可是對那一些 曾經呢 用 買終極版 黃金版 那些玩家們呢 那 心中應該會有不少的 不少的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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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篇文章呢 這個這篇文章 剛好也可以說 也可以說 也可以就是說 給 給 某個 我就不說誰了 我就不說誰了 某個社群的大佬呢 在 幾天前呢 他在影片裡面 他有提到一點 他就是說 對不起 我不是在針對 你個人 我只是在針對你講的內容而已 我就不說指名道歉誰了 他說 戰力204日 因為 之前的打折 然後呢 讓很多人 玩家回流 所以 他預計會有 之後也有很多賽季 所以 戰力204日呢 會到後年 才會有新作 後年 也就是兩年後 我們就等著看 2042 新作 什麼時候會出來 我非常的好奇 已經這樣子了 拜託 當初也是你出來洗地的 你出來當工商宅 你出來做sponsor 你現在又跟我們講說 兩年之後會有新的戰地 新作 好啊 那我就等著看吧 好 我們就等著看 不要說我 我就等著看 好 既然已經有人 去年就已經有人爆料出來 而且是戰地204日 買一年到一年的時候 2022年的時候 已經 代謝已經 EA已經把一堆人抽 去做新的戰地的 還不是今年 還是去年的 這是去年的新聞 各位 是去年的新聞 2022年去年的新聞 OK 那不管怎麼樣 大家只要記得一件事情 新的戰地 沒多久 絕對會跟大家 見面 相信我 真的 一定要相信我說的話 至於什麼時候 對不起我不是官方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只能跟你講 明年 會慢慢的會有消息 明年慢慢會有消息 至於你要看什麼時候 戰地新作會出來 你看2014日的動態 EA的財務報標 你就知道說 戰地新作 什麼時候會出來 我是一樓 我們 下個影片見 See you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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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